好 现在分为讲义 请看第六十一页 我们继续讲布施 昨天并没有讲完 请看布罗蜜 菩萨什么叫布施波罗蜜 就是布施以后 不应该生忧郎的心 也不可以生后悔的心 尤其是布施 波罗蜜是代理智慧 那一布施波罗蜜 一度就含射六度波罗蜜 在实力议论说 云和菩萨不生 布施的时候 不生有哪个心呢 他不可以做个念头 说我布施的时候 这个不是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之道 你不可以生起这样的想法 那在大智多论里面 其实菩萨道说 以布施波罗蜜一度 就可以包含六度波罗蜜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大兵心为动力 观一切法如梦幻后空性 无所不布施 他就不会选择好跟不好 只要他做得到 他尽心尽力布施 而且他不会撑 撑心也不会忧打 所以菩萨布施 欢喜心路失以后 从来不会后悔的 接下来这个是我的建议 布施第一个 你要真诚心 心中要生起 为一切众生领骨得了 像我们刚才点灯 你也是以灯 供养十方诸佛 上宗一切诸佛 下布施给一切众生 你会得到大的功德 第二个要用生性心 就是生性因果 我们常讲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了这个因 绝对将来有鼓抱的 第三个要大愿心 就是在布施的时候 把我们刚才观想 要发愿 所以真正的功德 不是只有一盏灯 你一盏完成 五盏七盏 像天上的心心 无量无边 所以真正的功德 在你的观想力 与发愿力 待会我会讲故事 佛在世的时候 贫穷人也可以做功德的 第四个 施神心 就是所布施的对象 对象的内容 你不要去分别 真正的 好的人也帮助 坏的人也帮助 然后呢 贫穷的人也帮助 华人也帮助 德国人帮助 越南人 印度尼西亚人 不管什么样种族 我们讲 multi people 对不对 你都帮助他 所以一布施的对象 跟内容 是广大无边的 最后 你布施以后 还要感谢总生 找感恩的心 为什么 因为感谢他 让你行菩萨道 而拯救无上的福田 所以在我知道的 慈祭 这个委员里面呢 当我们给别人的东西 当中还要双手举眉 感恩你 谢谢你 让我种福田 这是非常好的 一般人呢 我们布施的时候 都非常骄傲 你要听我的 你要听我的命令 其实错了 菩萨道是看一切众生 都是为了佛 所以他布施的时候 还要有百恩的心 这是菩萨家 也说 一朵花 可以变成一把完整的功德 好 那在故事的时候 在于你的心 比较重要 好 我现在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 佛陀在世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人 一顶顶佛陀 然后手上就出了两个金币 把金币就给拿起来 然后他在拜佛一次的时候 手又出了两个金币 那他又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是很贫穷的富人 然后呢 他就会说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功德 他们就去问佛陀 佛陀说 他在无量节 无量节的时候 遇到了一尊佛 当时他是非常 的乞丐 乞丐之后呢 去垃圾堆 浪漫 破的烂地 他听到佛出事 他很有善根 所以啊 他想 佛是百千万节的圣人出事 我一定要问两佛陀 那当时他看到文物百万 王公贵族有钱人 都是拿金银珠帮供养佛陀 可是他自己什么都没有 后来呢 他就想 没关系 我去捡破头烂铁 就像现在的 维塞托的垃圾回收一样 回收以后呢 他积了快一个月 然后把那些破头烂铁卖掉 然后供养两块金币 然后他很虔诚地走到佛陀的面前 佛陀就说 善来善女人 我接受你真心的供养 你虽然呢 供养两块金币 但是你胜过文物百万 王公贵族啊 供养多了金灵珠宝 为什么 因为你是最虔诚的 你是一个贫穷的人 而且呢 你呢 为了供养我 你的心中一个月 每天都升起在累积的功德 所以你这功德是无量无严的 佛就接受他的供养 然后呢 他手上呢 就突然产生了两个金币 然后呢 佛就把金币往虚空洞一抛 就变成金色的宝盖 天人就放曼陀罗花 佛就给他授记 授记不是预言 就告诉他 你未来无量解会将来成佛 叫金花如来 金色的金 花呢就是那个花 花朵的花 然后你看啊 很多阿姆汉跟佛萨都非常的震叹 哇 他将来会成佛 就赶快站起来也供养他 希望将来你成佛的时候不要忘记 只有天龙八宫呢就御天曼陀罗花 只有允会大众呢就为他鼎立 然后允会大众呢就会问佛陀 他只供两个金币 为什么他供得这么大 你为了他授记呢 他说因为他的心是最为的清净而圆满的 第二个故事 有一对老夫妇听到释迦牟尼佛出事了 他们穷到哪里是住在垃圾堆 一个旧的破房子 那他们呢两个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块破骨 就像师父桌上的这个布一样 那这个布呢只能围住他们两个人的 一个人的自大体 也就是上半天都是智能的 所以太后出去的时候 老公呢就躲在家里 因为没有衣服啊 Naked 那老公出去的时候 太太就躲在家里 那他听到释迦牟尼佛出事了 他说我们要去供佛 他想一想 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啊 老婆突然讲 有 我们有一块破骨 我们供养佛 老公说 不会吧 佛这么庄严 这么尊贵 他怎么要我们一块破骨呢 那太太有善吓他说 错 佛是无私的 他一定接受任何众生的供养 走吧 我们就去 你知道他们怎么去吗 是用爬的 因为不很小 爬到前面那时候盖子下面一个 然后呢 后面一个爬过去 他们在爬 这时候佛正在讲迹 祖能拉 菩萨都坐在倒梅花 声文中 已经振地子都坐 突然说讲迹一半的时候 佛一弹子 那法会变成一条通道 铺着金色的花 然后佛就跟你讲 善男子善女儿 来吧 不要害羞 我接受你最前进心的供养 这时候他们被佛一鼓励 他们都爬得更快 然后两个人跪在面前 把他这样拿一个脚 一个人搁住一个下体 就说尊位的佛陀 我们多生多结 就是很贫穷 很吝嗣 我们没有福报 可是听到佛出事 我们想供养你可以吗 他说没问题 那他说你知道吗 我要供养你是我们盖着这两个下体的破骨 佛说没问题 你的心是被情境的 因为你所有的财产就只有这件 佛说我接受 这时候佛说用手指一盘 那个布就变成大宝莲花 他们两个就穿上庄严的天人的衣服 然后这个布就变成天上的散盖 有一个变三个 三个变七个变无量五边 然后全的反床翻宝盖 佛就跟他说 以此功德将来理会生 直到尽头 你知道师父为什么要讲这两个故事吗 当我第一次学佛 我读到这两个故事的时候 我泪泪满面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告诉我 师父学佛都要钱 你看佛在世的时候 没有钱的人积的功德比帝王还大 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团体都不讲这些 讲了太智的话会得罪人 对不对 可是佛在世的时候上次文污百官 皇宫贵族 八大国王 波斯密王 晋泛王 琉璃王 都是佛的阿富法 佛一样平等心 不照着等心接受供养 同样的佛也说真正的功德在来里呢 在你的发愿观想跟你的真心 也就是说你自己要依你的能力 每一个父的姻缘不同 所以他们会生起广大的功德的 我再说一个笑话 我常常举例 新加坡的联友我去观察 因为我多年都在新加坡无法 没关系 我也听到这个DVD 他见过去师父家设计佛堂 你知道吗 他说他共观世音菩萨 小小准 结果允许他将42重的大电视 放在面 观世音菩萨放在交坡 由此可见啊 电视比观世音菩萨还重要 所以我们都说我们要供养 其实我们都是斤斤计较 所以我们没有福报 昨天讲供养只要一百块 只要供养四分之一儿 佛没有叫你全部都要把它掏出来 可是我们现在的佛教都会提倡 人间化 生活化 慢慢呼叫一遍 商业化跟世俗化 所以都会让讲 尤其是年轻人 都很不喜欢学佛法 为什么 因为他去见师父 保谁说的 不一定 你真心跟佛法 跟师父做朋友 我啦 我不知道其他方式 重点是我们的friendship 重点是我用佛法帮助你 对不对 这个才是重要 至于你自己所供养的老实说 是你自己升起功的 就像我们供养大卫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根本不需要我们的供养 他自己就清净庄严 领劫修了 所以我们比如说 世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你看观世音菩萨身上呢 都是经营保 保罗非常庄严 其实观世音菩萨根本不在乎你的供养 供养是你的神起功德的 好 接下来再看61页 最后一行 慈戒有三起 翻过来62页 我讲第二个 慈戒波罗蜜 富士波罗蜜我讲完了 好 请看 这叫 潘恰西拉 就是佛教主要元首 可以杀到凝望酒至少的五戒 这个是我在伦彼尼尼 佛陀的出生地里面 有南传佛教课的一块石头 然后把它翻成英文 好 接下来请看 2月62页 所谓牧师的定义有好几个 请看补充资料 所谓戒的定义叫施罗 施罗西拉 这是泛文 泛 中国话就是说 就是清凉的意思 请看 第三跟第四 清凉跟安稳 为什么 因为呢 你持戒的话呢 你对自己的心就很清凉 对别人来讲 你就可以让人家感到安稳 举个例子 现在的世界真的多元化变化 我去新加坡 新加坡有时候人来问佛话的问题 十个人里面有两个人问佛话跟教育 你知道吗 那在八个人里面 四个人是问忧郁症 因为当然忧郁症很多 还有四个人问什么 师父 很不信 我的老公跟老婆外鱼一根劈腿了 怎么办 我说两半 谈这个不是你的错 因为这个社会变化很大 因为全世界工作都很大 很辛苦 有些新加坡就飞往中国了 然后呢 师父不介意谈这个问题 因为夫妻在一起你就要相互信任 可是时间跟空间也会产生任何的问题 所以她的老公就飞到了中国 中国以后呢 就有二奶跟三奶了 他心里就很难过 他问我师父是不是我的业障 我说不一定 有时候呢 这个外在环境变化很大 我就问了他一句话 你爱你老公吗 他说我当然爱啊 我为他煮饭 然后养小孩做一切 我说那你真的爱他就应该跟他谈 要么飞回来 要么你就为他全家办到中国去工作 绝对离活了下来 省事兼有 因为夫妻要相信在一起 可是现在的人 因为自己心中满了很多 外在的社会诱惑有很多 甚至呢 现在还流行 没有一个男人不劈腿 没有一个女人不外遇的 他吓了一跳 你看现在的广告 很多都是给你错误的观念 那在佛教认为 所谓持戒呢 不是佛强迫你 就像老师在学校制定的校徽 你自己遵守的话 你的心就很清凉 中国有一句话 平日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同样的你的品德很好 所以你相处的朋友 安宜 就是你为别人带来快乐 比如说现在的电影西方 都会说一句话 How can I trust you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外国人里面忧郁症最多 很多很多 忧郁症里面在家里 第一个最提防的是什么 厨房里的所有菜刀 逃收起来 因为忧郁症呢 虽然可能喝完自杀 也可能拿刀子回去伤害别人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恐惧呢 是因为我们的心中啊 并没有坚持自己应该有的良心 道德跟品德 所以佛教认为 Morality是很重要的 当然在这里我没办法讲太多 我只是讲原则 可能都会有很多问题 待会我会建议你听上网讲我的 十善言老经 所以那在《杀到营梦九》里面呢 你要知道 善行是界法的根本 body speak to mind 你先要能够统治自己 我们人都有烦恼 可是你要学习 不要伤害自己 也不要伤害别人 包含语言的伤害 比如说像是非 八卦 或者那是叫做口叶的经济 同样我们不要做刷身 偷别人 以及严守一副一副一剧之 然后呢 我们的心中也不要呢 有贪嗔痴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很重要 神通比不过业力 请看很多片 我知道全世界的人 当我们精神生命 物质生命很好 生理有很多的烦恼 心理有很多困惑 接下来我们呢 就会遇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的时候 我们总会去找一些 特殊的方法 比如说看神通的 看感应的 或是三世因果的 我们总想去解决 心中的疑惑 我要提醒你 这个 这是治标不治本 待会我们给你建议 假如你心中有疑惑 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应该拜佛 待会我们会讲 我先讲这个故事 佛陀曾经说 神通比不过业力 请看这是琉璃王 琉璃王是当时 佛在世的时候 八个部落的一个国王 可是小的时候 琉璃王因为身份的关系 他被隐怀 然后呢 他居住在另外一个村庄 那很不幸 曾经释迦族的人 侮辱过琉璃王小的时候 因为他被侮辱 所以他就起了忏忍心 说哼 我今天被 此仇报的非军子 将来我长大的时候 要把释迦族全部都毁灭 所以发了这个恶怨 当有一天 琉璃王当国王的时候呢 有一天他非常生气 他也知道军队已经准备好了 他要攻占释迦族 那不幸的佛陀就是来自于释迦族 佛陀也知道今天呢 释迦族逃不过战争的恶业 因此他在琉璃王出兵的路上 佛陀就跟所有大弟子就坐在路上 就等着琉璃王 那琉璃王当然本身他是佛教徒 可是他很难放下心中这种怒气 他就讲我一定要报仇 结果他见到了佛陀 佛陀就放光回他说法 琉璃王吧 冤冤相报何时了 战争跟杀生是不能几结你心中的怨恨 我知道你小时候被人家侮辱过 那也只是恶缘 人家并没有恶意 可是你却放在心里 被子你应该放下你的真心 想想看你出动了这么多的军队 多少人他家里也是有小孩啊 也有探探的 假如战争当面过世的话 那你是不是他们也很难过呢 这时候琉璃王就跟他说 佛陀请住嘴 闭嘴 我不要听你的 你是尊贵的佛陀 我不想伤害你 请你离开 我是你的弟子 可是我今天一定要拥打 佛又再放光回他说法 说了三次以后 琉璃王呢 他就有善根 暂时熄灭心中的真心 想说佛陀都出现了 那佛陀都出现 佛陀 圣人若出现 若举行这样子是不好的因缘 会打半仗呢 他就举手说 OK 退兵 就全部退了 结果过了三天以后呢 他又从右边绕道 结果三天以后 佛陀呢 又在那个路上 跟所有的大弟子在那边 又等着 然后他说 怎么又是你 佛陀又出来了 佛陀一样没他说法 第二次以后呢 那琉璃王还是忍下来的 退党 到了 他又想三天不成 到等九明年 过七天 就绕左边的道 就琉璃王又走那边 结果佛陀又出现了 然后 阿尔汗圣弟子就排一排 输了度多胆章 最后琉璃王说 佛陀我请你离开 我讲三次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最后呢 但是以后呢 佛陀很宁静 因为佛陀有神通 他也有智慧 然后呢 后来琉璃王就 手举起来 咚啊 所有人就冲过去 所有的阿罗汗圣弟子 就 就 跑开 走开 有些阿罗汗有神通 就升到天空 佛陀呢 就升到虚空中 坐在凌花 这时有一个大弟子 叫做 穆建年尊者 神通第一 他就想先救 释迦族的人 飞过去 把释迦族的人呢 五百百人 放在玻璃里面 一直飞 飞飞飞飞飞 他想用神通力啊 飞到高丽天空 佛陀就跟他讲 大目间真 连尊者 神通 敌不过夜里 你看你里面的播放 他一打开来 五百人化为 冬雪 全部都死了 结果这时候 琉璃王就把 释迦族所有上的 遍甲不留 听说也有几位 逃带 然后最后 活下去了 当时释迦族 非常的凄惨 是佛陀的这个故乡 那我在印度 还有尼泊尔 我见过做佛像的人 相貌很庄严 他说他古代古代的族仆 就是释迦族的后裔 那他们也流传着这一样的故事 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因为大家全世界都很喜欢神通 其实神通没有什么 神通就是 你去问很多神通 或三世英国 他只是看到你前面一点点而已 阿波汉只最多看到你前五百世 后五百世 然后五百零一世 他就不知道 他说你要去问菩萨 菩萨可以看到无量解 可是菩萨都不知道的话 他会问佛陀 因为佛陀是究竟的圣者 那后来圣地就问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 大家很悲伤 作为精神 后来大家休息的时候 就阿南真正站起来 就前程跪着问佛陀 说佛陀 你这么尊贵的圣者 都不能改变战争 为什么释迦族会有这样恶业 请您告诉我们 释迦族跟琉璃王过去的因缘获抱吗 他说好 我现在就讲 在无量解的时候 释迦族是住在海边捕鱼的人 但海边的人都是以捕鱼杀生无业 然后呢 他们每天都喜欢大鱼 而且他们很残忍 就是大的鱼拿上来 小的鱼 古代鱼也有鱼网 大的鱼捞起来煮之外 小的鱼呢 他不断吃海 把他敲死 然后丢到海里去 那当时有一天 他们捕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鱼 那很大的鱼呢 然后呢 大家 村庄就在庆祝 庆祝的同时呢 有一个小朋友走过来 他是吃素的 他并没有吃鱼 但他很顽皮 就拿一个锤子 对那个鱼 敲到山下 咚咚咚 然后他就放掉了 然后呢 那所捕的鱼夫呢 就是谁呢 释迦族的人民 而那个呢 小朋友就是谁呢 就是国王 释迦国 你不过 我过去是 也投胎到那个村庄 而所捕的鱼呢 就是谁呢 全部流离国的国民 因为业力的显现 他过去杀生 所以当他投胎转世的时候 这一生的流离国 变成一个军队的时候 当然就把释迦族给攻灭 所以佛陀说 一切都离不开 因缘果报的 这是 所以持戒是并不容易的 好 请看下面 所以请建议各位 可以上网 我讲的十善业道经 如何吃五戒十善 2006年5月22号到24号 我在印度尼西亚 而讲的 法弹道讲十善业道经 请你上网 自己听 五戒十善是非常重要 五戒十善是过去 现在未来诸佛 一切成佛的根本 接下来再看戒律 戒律有偶 请看讲义62言 摄律一戒 摄律一戒 就是你要求自己 严守五戒十善 不可以伤害自己 也不可以伤害众生 第二个叫摄善法戒 就是释出一戒的善法 你都应该努力地去做 努力精进地去做 因为你为了利益众生 你只要有善行 我们都会精进进去做 可是在这个做的当中 也有众生会会报名 所以各位也可以上网 其实我讲过很多经 我也讲过菩萨界 然后菩萨界里面呢 还按照佛教的历史 还有相关的梵王经 跟余切界 然后我讲过 已经上网 那最有名的 就是伟大的宗科巴大师 你看 他有一个菩提正 菩提正道菩萨界论 是由宗科巴大师 文书菩萨亲自所说的 那他在这个论里面 讲的三个重点 就是今天要讲的 三具境界 请看 六十二页 一 摄律一界 摄律一界就是 你要收摄我们的身口意 body, speech and mind 不要去伤害众生 也不要伤害自己 第二个摄善法界 就是说 只要释出世间的善法 对众生有好处 我都尽心尽力去做 第三个 饶意众生界 这是菩萨界最难的 就是当 假如你自己 跟身重自己的生命 跟众生在一起的时候 有冲突的时候 你应该啊 为了救度众生 而使掉自己的生命 这叫菩萨 魔佛萨 当然这个很难 第一句 这个很难 待会我们会讲解 请看 藏传佛教的这个菩萨界的象征 三部主 中间是千手千年观世 以菩萨代表慈悲 左下角是文书势力菩萨 代表智慧 右边叫金刚手菩萨 其实是藏传佛教 大势至菩萨的愤怒相 代表力量 我们佛话中 他讲慈悲跟智慧 慈悲跟智慧 其实应该讲慈悲 智慧跟怨恨 愿悟是普见菩萨 可是当 印度佛教 经过七八世纪 传到证传佛教以后 慈悲跟智慧 当然很重要 还有一个更重要 要有力量 power 你光有慈悲 人家会利用你的慈悲 你光有智慧 其实在学慈悲之前 要先学智慧 而且你要有长远的力量 所以在西藏佛教里面的汤卡 慈悲 智慧 力量 这三个是结合一体的 请看 射律仪界 射律仪界 我尽量用 这个很抽象 我尽量用图 可以跟各位介绍 就像我们点蜡一样 各位 当我们在蜡烛的时候 风一吹啊 蜡烛就熄灭了 刚才各位也知道 你在点灯的时候 你会发现蜡烛会熄 意思是什么 表示这个蜡烛啊 就是你心中的念头 假如你心中的正念不能常常升起的话 风一吹的时候蜡烛会熄灭 所以最好蜡烛上面有什么 有灯罩 那这个灯罩代表什么 你修戒定会的功德 当你有戒定会的功德 蜡烛有个灯罩照上去的话 风怎么吹啊 或冷气怎么吹啊 它就不容易熄灭的 所以这叫设令遗界 昨天看过六道轮回的图 接下来在六道轮回里面 你看六道荒谷 其实每一道里面 都有佛无上的化身 为什么 这是他大悲心救度众生的愿力 我们昨天讲贪嗔痴 有鸡 蛇 还有猪胆 贪嗔痴 因此举一杯水的例子 你看 天人看一杯水像干雾 人间看水就是普通喝的水 比如我们说 喝下来不是矿泉水 可是鱼畜生以鱼作为鱼 海里水就是它的家 它到处里来游去 可是你看鱼若是从水里面捞出来 它会干雾而死的 而恶鬼道同样看一杯水的时候 是什么 是很肮脏 很臭的污垢的浓血 而地狱的众生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沸腾的热血 会烫上它们 同样是一杯水 所以为了每一个人的业力不同 所以佛法讲 为心所变 为事所限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要常常控制自己 不要去伤害自己 也不要去伤害众生 或许你听到这一段 你说师父我很好啊 我从来没有伤害别人啊 可是有时候你讲话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我背后说人家的是非 那就像插在别人心里的一把刀啊 接下来要求忍入 你看中间的中国的人 忍啊 心上一把刀啊 你都没忍 所以下一个叫忍入菠萝蜜 菩萨界是很难守的 接下来你看 摄上坊街 我饶意中生街 你看摄上坊街 这是台北101 大家都知道 当然现在呢 通脱上海来得更高了 独把也干得更高 没关系 我习惯用101 101比喻的时候 你看当它放灯光的时候 整个台北市都是照药的 意思是说 当我们做一个善心 试出世间的善法 不管有没有功德 有没有回馈 有没有利益 只要我对重症有利 我都尽心尽力去做 那这叫做摄上坊街 那摄上坊街里面 你看101最高那边的灯 到晚上 等天灯都是亮的 各位可以看到 在飞机上里面 有导航的灯 在这个所谓俄乱笔的灯塔 也有灯 为什么需要灯 因为在黑暗当中 又没有这些导航跟灯塔 那飞机或船呢 是会撞到建筑物 或者船会撞到暗礁的 所以你设上法界 由于给众生一个灯塔 接下来 饶溢众生界 饶溢众生界 就像一场比喻的 华烟金这样 千江游水 千江月 月亮在上面 不管是大的河流 小的河流 小的湖泊 只要呢 天上的月亮 有明亮的时候 你就看到水中会有月灵 同样的 菩萨救度众生也是这样 不管水是干净跟不干净 它都会出现月灵的 这个叫做饶溢众生界 好 那在我们在行饶溢众生界的时候 你会说 师父你讲得很好 明天开始我帮助别人 结果你会发现 隔壁邻居就开始骂我了 没错 因为有时候这个世界啊 其实很可悲的是说 我们有时候对人家好的时候 他会问你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啊 我在国关天初也是这样 在英国跟西兰 我对我的同学跟Friendman都很好 有时候他会觉得 我的英文名字叫Harrison Harrison It's unbelievable Why you are so kind to me Do we have any special purpose 我说No 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我们对人太好 人家不会相信你的 所以对人好之前 他有智慧 那讲鲁萨道来讲 你会变到应该帮助的人 识的人 对你有恩的人 或遭遇到恐怖的人 或是你的朋友失恋了 或有忧郁症 或第六个 缺乏生活的物资 或是说有时候第七 他需要心理上给你鼓励 第八 有时候你要随顺他的意识 有时候你知道明明他做的事情 是很stupid 很笨的 可是你为了要他 鼓励他 Everybody need more time and space 每一个人都需要时间跟空间 慢慢慢慢 你才引读他 引读正道 然后转变他 错误的想法 甚至佛在时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佛本身常常用神通 想使外道 跟妖魔鬼怪 所以利益众生并不太容易 不是说 我有一颗心 我要帮人 可是你要居住 很多很多很多的条件的 现在接下来讲第三个 忍入 忍入讲完 我们就带回休息一下 请看 忍 请看讲义 第六十二页 忍入波罗宾 忍入波罗宾有三个 第一 刚才我帮我们说 持戒 布施是对着我们的吝啬 很艰滩 那持戒对着我们什么 我们常常会有很多恶念 有义无义的恶念 第三个 我们忍入呢 需要对着我们有诚恨的心 我们常常呢 就是不如自己的意思 就不高兴 所以中国人讲 小不忍 则乱大魔 有些东西啊 你若不休忍入啊 你这个人呢 将来不会做大事的 所以请看 第一个叫做 怨害 难怨害人 就是身体要忍受别人的侮辱 编打或是抢劫或谋杀 就遇到这样的恶缘的时候 我们心中要原谅别人 这是很不容易的 待会我先讲文字 待会给你看图片跟讲故事 第二个要忍受 安受无忍 就是我们要心 有时候你休息的时候呢 会生到疾病 一用过就发现你生病了 很痛苦 或者很饥饿 或很口渴 甚至呢 你很疲倦或劳累 你都应该心要能够忍 继续修持 尤其在西藏闭关的时候 修八礼拜 十一礼拜的时候 那是很苦的 办到最后呢 会头破脸流 七个很酸痛啊 第三个叫地观法忍 这个比较深 就是心要安住在房上 如如不动 这叫忍 注意听 忍并不是压抑 很多人呢 以为忍呢 就是我要压抑 啊 师父说要忍 人家骂我 你也忍 老公讲我 我为忍 小孩子不调皮 调整的 我为忍 结果忍了以后 你没有消耗 最后呢 你就会变火山爆发 Vacano 这个不是人的意思 忍是说 我们人生不容易 十之八九 遇到我们逆境来的时候 我们要忍住 举一个例子 像新加坡 因为天气很热 一年都是四季 它没有成下猪 都大概是三十五度左右 晚上呢 有时候还三十五到三十二 新加坡呢 在实力住行里面 最贵的是 是电费 因为他们习惯开冷气 开冷气 那新加坡人因为太好命了 当然是过去实修的 精神也修的 可是当他到台湾来的时候 或是在朝圣的时候 最后能接受什么 No air condition 知道吗 有一次我第一次 我记得 新加坡第一批脸 又来见我们的时候 当时我们在台湾 事实上是夏天吧 会进入秋天 我请他去一个餐厅吃饭 吃完 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去 他坐了个分钟 他先跟我讲师父 不要 我们进去好吧 我说为什么 很热啊 我们进去吹冷气好吗 我先给你笑一笑 当时我就顺着他嘛 我就进去 我就跟他讲 你这一点都不能忍 你还要跟我讲 福到无上是愿成 有时候太好命 文字中的花朵 city flower 是不太好的 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 这一身太舒服的时候 我们生命的力量 不够 很坚韧 你看看 有些人一辈子 他没有冷气 没有很舒服的房子 其实还是能住下去 其实我们的心的力量 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不要太舒服 人太安逸 所以我曾经挂照到东南洋 像香港 新加坡或台湾 很调调好病的人 结果他带你去离波 或印度 然后去走一走 你觉得自己啊 什么都拥有 可是你都不会自主感恩 带他回来一趟 他会说 everything is wonderful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磨练孩子 也要磨练自己的心性 中国讲 刀子你不磨练 你看刀子 它本身不会亮 刀子要有磨刀石 各位的家庭主部都知道 菜刀用久了 你都要磨刀石磨练 我们的修行也是这样 滚动的时候啊 不会长青牌啊 你要经过磨练啊 你的刀才会亮啊 对不对 所以请看 法华经最有名的 叫做常步清菩萨 这是在高雄 香光彼寺的子竹林精神 请看 他一入门口 亲自雕的 常步清步伤 这是香光彼寺的过去式 他披着南传的家伤 他是一个老比丘 他受霸称独藏剑 他对任何人都不轻视 他等到任何人都对他顶礼 你都有佛性 我永远都不会轻视你 结果有人就要拿石头打他 骂他 所以就跑到叛递 然后呢 他就会躲到远一点 因为他顶礼 他说我不敢情视你 你现在虽然发脾气 你心中没有佛法 可是你将来还是会成佛 然后人家又打他 他就一直躲 躲到山里面 还是呢 对人礼拜 所以是叫常步清菩萨 同样的 释迦牟尼佛 大家都很喜欢读金刚经 都很喜欢讲空 可是你却忽略了 禅定的前方便是什么 忍入波罗密 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当过 五百世的忍入仙人 你都没有察觉到 你想想看 我们忍过几次呢 我们都还没有忍过五百世 所以为什么佛陀向好庄严 所以忍入是禅定的前方便 进行下来 你要修禅定 假如你碰到你不高兴 你就发脾气 那表示你禅定很差 你不能修刚才的三种忍入 接下来看中国最伟大 虚老和尚 在文化道革命的时候 大家知道他被打断了三根乐谷 七生九死 他做过五个帝王的皇帝 对不对 有一次文化道革命的时候 他被人家献他 对不对 他修忍入 然后被批为五 然后他三根乐被打断 结果他昏迷了 昏迷了一个月没有死 还有呼吸 结果他上身都在那院 见到美勒菩萨 他说美勒菩萨 终身难度 我不想回去了 可以回来 我就住在这里吗 美勒菩萨说不可以 他说这是你过去的医院 也是你的业 你不要紧张 美勒菩萨就为他说法 他说待会我跟你说完后 你还是会回去 你不用担心 你们会死的 我会放不过要加持你们 你看 熏老婆上一身 见了丛林 盖完寺庙 他就放下了 对不对 他一身穿这个百纳衣 当他过世的时候 是中国近代高僧 活过一百万十岁的一代高僧 火花的设立 像水晶一样透明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张图片 是不是真的很高兴 中国当场活法 有很多高僧 修行是了不起的 那种悲心愿力跟艰苦力 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对不对 所以后来 熏老和尚就非常的羞耻 一百二十岁 我查过 佛陀在世的时候 活的十大弟子里面 有一位阿难尊者 他为了继承佛的教法 而活到一百二十岁 所以你看 熏老和尚都能修忍住 所以在这里我要真正提醒各位 你不要认为修行啊 一开始都没有碰到困难 你觉得没有碰到困难是错的 很多人都会问我 师父我拜了关心一步上 我做了这么多慈善事业 为什么我要这么多的障碍 答案你的障碍是来自于你过去的业与烦恼 我们在过去没有学佛法 有义跟无义之前 其实我们都造过很多恶业 不然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有回受 假如你心是完全清静的话 以佛经来说 你就不用做乙子 你会坐在虚空当中 因为圣人是坐在虚空当中的 对不对 像阿龙汉 像路上 他都坐在虚空 那我们会坐在地板上 那代表我们业是很粗重的 所以我们过去因为业与烦恼 我们昨天讲过业苦 过业苦 所以在修行的时候 佛不上会忽念你 可是当业力现前的时候 生病了 我遇到逆境的时候 应该感恩 感恩说 哎呀 我现在随缘消就业了 更莫糟新疆 不要等到我临终的时候 业力才现前 我现在年轻的时候 健康的时候 我先把业力完了 那我们将来以后会更自在 这样的想法叫乐观思考 所以第三个叫递查法人 就是说 当一切逆境来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当成真的 你要觉得像做梦一般 早点还人家的业 你的心会清净 至于梦 我们在第六度 波日波罗里面讲 好 第一场 今天的第一段演讲 就到这六年来 都在世界有很多的灾难 四川的大地震 日本的荷豹 不就要讲度 无量无缘的众生 不知之有人 所以希望我们这三天所听闻福 送经 而且点灯发愿都给予无量的众生 所以请看恩灯片 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往生无量光复国土 那最殊胜的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所以请看六十九页 然后我们待会一起念 慢慢念 然后这是出自于普贤行愿品的祭送 从六十九页念到七十页的第八个祭送 然后这是我们大会最后总回一下 好 然后你可以拿着讲义 跟着师父一起念 念的时候请观想 菩萨在你的面前 有无量无缘的众生将来都发愿去极乐净土 好 跟着我一起念 愿我凌遇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一起念 好 再来一次 愿我凌遇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念见彼陀阿弥陀 吉德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陀已 现全成就此大愿 一切缘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会闲清净 我始于圣莲花生 清赌如来无量光 现全受我菩提济 蒙禀如来受济体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 智力广大变十方 普利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尽 乃至虚空世界尽 众生极夜烦恼尽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就近恒无尽 我此福贤诸圣情 无边圣福皆为相 不愿沉迷迷诸众生 树朗无量光佛唱 愿今礼佛八愿 修持功德 为师有情 四人总报 三有其资 法界众生 同缘总之 质沈 3 3 4 4 6